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将进行一局的比赛就是11分 大家看现在的相持 因为杨颖刚刚上来 所以让杨颖多练几下 多练了球 等练得差不多的时候杨颖完了来决定什么时候开球 大家可以观察在前三板上直板正交一般是优点 往往能够抢攻在前 就像过去刘国梁打瓦尔德内尔一样 就是在发球以短的为主 那么然后进行前三板的抢攻 让对方感觉始终在防守 这就是直板开攻的特点 但是随着乒乓球的发展 现在攻守不可能完全是由一方来进攻 好 杨颖表示已经练习好了 现在11分制 一局 所有的发球是不是都杨颖发 你说呢 不用啊 不用 还按照规则来 好的 首先有杨颖发球 现在比赛开始 高抛球 直发球了 现在1比0 短的 大家看林德摆短技术非常好 他的手腕用得很好 摆得非常短 没有出台 现在1比1 形成相持了 纸板快攻的反手 是一个比较大的漏洞 漂亮 好的 现在比分追到了2比2 2比2 现在杨颖发球 还是高抛球 短的 直接抢攻把球拉起来 连续进攻 第三板 现在林德是退到中路 拉得非常高 现在杨颖已经领先1分 杨颖是3比2 暂时领先 杨颖充分发挥了 纸板快攻的优点 就是抢前三板 另外利用 利用这个 中国的传统的高抛球 林德已经吃了两个高抛 现在2比4 林德落后2分 反手 侧撑抢攻 连续进攻 反拉 刚才林德是反手 一个反拉弧圈球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 现在杨颖还领先1分 3比4 林德发球 高抛球 杨颖把球挑起来 变到对方正手 打不正手 对手打得非常强 这样杨颖是领先2分 5比3领先 杨颖还是采取高抛球 高抛球是许超发 总教练最早 在国际比赛中使用的 现在杨颖还领先1分 发到对方正手大角度 这样林德把比分追成了5比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领先1分 角度很大 现在林德教廷 暂停 杨颖感觉怎么样 我问他因为他和杨颖进行比赛 杨颖打的是中国传统的纸板正交 他说和中国运动员这样传统的打法 他觉得是非常困难 他觉得杨颖打得非常出色 你有些秘密赛吗 我试试找些 可能是9-0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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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